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油开封以后三个月内是安全用油的临界点 开封的使用油最好要在三个月内用完 超过三个月的使用油会发生变质 我们是坚决不能再使用了 如果您对上面的数据还没有理解 感觉不到什么 那么接下来接着看实验 这里是用一杯神秘油和放置了一年没有使用的油做对比 测试结果 它们的过氧化值基本上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这两种油变质的程度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盒放置了一年油做对比的神秘油是什么油呢 测试人员最后公布答案 这个对比用的神秘油 就是我们家里抽油烟机 油盒里接的废油 也就是说 放了一年的油 其氧化程度和酸败程度 与抽油烟机盒里的废油是差不多的 看到这里超过三个月的食用油您还敢吃吗 过氧油的危害不压于地沟油 所以我们买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质期 特别是买嗓状油一定要留意 那么我们怎么样分辨过氧油和正确的保存食用油呢 过氧的变质油 因为油脂氧化和酸败后会产生一股哈拉味 炒菜时烟大呛人 酸败程度 很严重的油甚至会发生食物中毒 而保存食用油不要放在灶台旁边 应该放在背光和阴凉处 通常温度越高 使用油的三拜速度越快 大壶的食用油也要盖上盖子 预封层储 也可以放银里维生素1 这样可以提高油的抗氧化效果和营养 后期的油我们也不用倒掉 放在家里可以当作润滑剂 铁器上面抹一点防止生锈 也可以用来养花 当作肥料 今天关于食用油的生活